因为 SUV 越来越流行的关系呢 所以有越来越多的网友问我们关于 SUV 的问题 其中就包括了轮胎 所以今天我们的节目就来讲讲 SUV 的轮胎 在影片正式开始之前 请大家帮我们按赞 订阅 分享一下哦 首先先来讲一下 SUV 的轮胎跟 Sedan 轮胎有什么差别 首先 SUV 因为高车身跟车身比较重的原因 所以它对于轮胎是有一点要求的 一般上如果 Sedan Hatchback 跟 SUV 它们的轮圈尺寸是一样的话 SUV 的轮胎通常都是比较厚 比较宽 主要的原因在于因为 SUV 车身比较重 所以它们的这个轮胎支撑力也要比较好 同时比较宽的这个轮胎宽度呢 可以帮助这个车身有着更好的抓地力跟稳定性 就是可以提高车辆的舒适性跟这个安全性 因为我们都知道 SUV 属于比较高的车型 所以如果你在高速行驶的时候在弯道 它会有比较严重的侧型 就是更宽的轮胎跟更厚的这个台币呢 都能够有效地抑制这个侧型 给予车辆一个更好的舒适性跟操控表现 也是因为这样所以一般上呢 XUV 对于轮胎的要求 都是比较高的 所以我建议各位如果说你是 XUV 的车主的话 选择轮胎 那么就要选择比较信任得过的台子 也因为 SUV 对于轮胎这个品质要求比较高的关系 所以你可能会发现 一般上 SUV 的轮胎价钱比较贵 然后今天呢刚好我们获得了一套这个轮胎来进行测试 所以这套轮胎我很想推荐给大家 因为其实我在前几天我试了 Kona EV 也是采用这个品牌的轮胎 那个时候已经惊验到我了 而在今天我们测试了它这个产品之后啊 我那个感觉真的是让我有点意外 它就是来自韩国的品牌Nexon 然后这个是 Enferra RU1 其实Nexon 轮胎呢是来自韩国的 它已经有80年的历史了 大家可能觉得这个品牌你没有听过 但是哦 有一款豪华品牌的车型采用的是他们提供的轮胎 就是 Porsche Macan Porsche Macan 都采用他们的轮胎 你觉得他们的轮胎会差吗 老实话我试的真的有惊验到哦 因为这款轮胎呢它采用了非常多的黑科技 首先呢Nexon 的轮胎拥有一项他们的独家黑科技 就是这个4G Compile Technology 它可以提升车辆的这个抓地力表现 让你在实地驾驶的时候有着更好的抓地力表现 提升车辆的操控表现 但是它也不会因为你的抓地力提升 而影响到你的油耗表现以及耐用性 一般上SUV是比较重的 所以SUV的油耗通常会比较高一点点 但是这个轮胎在提供你抓地力之余 它还可以维持一定程度的油耗表现 重点是它的耐用性呢也会比较好 因为同样的因为SUV比较重 所以它压着轮胎你的轮胎在滚动的时候 它的这个磨损会比较严重一点点 可是因为这个技术的导入 所以其实这个Nexon 轮胎它的耐用性也会提高不少 另外呢如果你是轮胎爱好者的话 那么你看这个RU1的花纹你会很喜欢 它采用的是独特的三宽一载的设计 这样的设计不仅仅可以提高这个排水性 在湿地的时候它的这个wap performance跟wap braking呢都会提升 因为刚才我们来的时候呢 是有下非常非常大的雨 所以我真正的体会到了这个下雨的时候 这个轮胎的表现有多么出色 然后第二点就是 也同样因为这个独特开花的设计 它车辆的MVH呢真的提升了不少 值得一提的是 我们这辆SC40 是一辆EV 我在一开始拿这辆车的时候 我觉得我最不满意的就是轮胎的噪音 可是 这辆车在更换了这个轮胎之后 它的那个轮胎的噪音真的抑制的非常非常的好 我真的觉得各位如果有机会看到身边的朋友是用这个轮胎的话 你去体验一下你真的会很impress的 最后一点就是要讲这个轮胎里面的这个钢圈结构 大家都应该知道 轮胎里面是有这个钢丝组成的钢圈 它的这个钢圈设计也是有独特的设计 来分散这个撞击力等等的因素 也就是说如果今天你在路上行驶的时候 你经过那种坑洞的路面 那么这个钢圈的设计可以吸收它的雨震 提升车辆的舒适性 老实话这一点我也是有经历过 也是有体验到 所以我真的觉得原厂的广告真的没有在开玩笑 如果不是我的车已经换轮胎的话 我真的会考虑这个轮胎 然后讲到这边 大家应该会问这个轮胎的尺寸从哪里到哪里 OK 其实这个Enferra RU1轮胎 从17寸到20寸都有 基本上就是涵盖了目前市场上所有的XUV的这个机具 大部分的XUV机具它都cover到了 还有一点就是它的抓地力它的排水跟它的braking呢等等都很出色 可是它的价钱是非常非常清明非常非常有性价比的 我刚刚偷偷问他们的经历 这个19寸的轮胎到前 他们跟我讲这个轮胎的价钱大概是500块到600块左右啦 所以它的性价比真的是很高很高很高 如果讲今天你开的是XUV的轮胎的话 那么我觉得其实这个轮胎真的是可以考虑 Nexon DIA 除了XUV是它们的招牌菜之外 它们有SANISTIC 的轮胎用来赛车 这个Model是Enferra SUR 4G 还有超高性能 操控表现的运动轮胎Enferra SU4 他们也刚刚推出专门为EV车款打造的轮胎 就是这个Routian GTX EV和Enferra SPORT EV 这款轮胎也是KEA EV6的官方轮胎 Global Market的KEA SOLE 还有KEA NERO EV 也是官方采用这个NERO Tire的EV轮胎啦 不过目前只提供给海外的市场 OK 我现在也为大家讲一下 为什么电动车的这个轮胎是不一样的 第一点 因为Normally 电动车会比重普通的SUV更重 所以轮胎承受的重量也要更高 所以它的材质使用的也是要更好一点 然后第二点就是电动车通常都是及时扭力 所以如果你时常用电动车全油门的话 对于轮胎的损耗会非常的高 轮胎的抓地力也要非常的足 所以电动车专用的轮胎就是针对这两点进行加强 首先它给你提供更高的抓地力 让你的车不会失控 第二点就是它提供更好的耐用性 让你在开电动车时常大油门起步的时候 轮胎损耗不会那么快 当然它们也会提供更好的抓地力给你 让这电动车保留足够的操控表现 给你Enjoy电动车带来的驾驶乐趣 当然它们对于隔音也是有要求啦 因为如果说你的轮胎身太吵的话 会影响到电动车的宁静 所以它们配备的纯电动车采用的轮胎 对于这个经营表现也是有一定程度的表现 比起现有的产品降低了5dB 5dB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差别哦 OK 现在我们就来讲讲Nexon DIA这个品牌 因为我相信大家还是不熟悉这个品牌 其实它是韩国最大的轮胎汽车制造商之一 在这个1912年它的前身就已经成立专门做轮胎 然后在2000年的时候它们就更名为Nexon DIA 然后在今年它们庆祝了建立80周年 80年哦 目前它们总共有7家海外办事处 是一家海外公司 4个研发中心以及4个工厂 其中两个工厂在韩国 分别是在宁昌郡还有梁山 在中国的工厂则是在青岛 另外呢它们在捷克还有一座工厂 Nexon 品牌为了保持消费者的信心呢 其实它们也做了非常多的措施 例如说这个Nexon DIA exchange program 这个是什么program呢 就是说6个月内如果有什么问题 Nexon DIA可以一对一帮你更换 我觉得这个是对于加强消费者信心来讲 非常好的这个做法 除此之外Nexon DIA还提供给前线人员免费轮胎更换 以表扬它们在疫情时的付出 此外Nexon DIA还是知名的英超球队 Manchester City 的赞助商 如果你是MC迷的话 一定要support它们一下哦 OK 现在我要简单讲一下这个轮胎的驾驶感受 首先第一点它的隔音真的比原装配来的轮胎更好一些 这个真的是马上就可以感受得到的东西 而且这个是新的轮胎还没有run in 我已经感觉到它的这个操控表现比旧的轮胎更好 因为其实XC40是一辆快但是操控不强的车 我觉得最主要的问题可能出现在轮胎上面 在更换了一个抓地力比较好的轮胎之后 刚才我们跑这个Hurulangar的山路 我真的觉得它整个抓地真的有进步很大 我甚至可以感受到这一辆车的这个操控表现 比起我第一次上云顶的时候试驾还要进步很多 最主要的真的就是出现在这个轮胎上面 如果讲这个轮胎你给它一个多一个月时间去run in的话 它之后的表现应该会更出色 然后除此之外我们在来这里的时候 其实也是要下着这个漂泊大雨 我可以感受到轮胎排水真的有比较好 而且刚才因为一些路况我们可能都要突然刹车 但是这个突然刹车其实也是蛮考验轮胎的这个刹失地性能 在这个情况下这个RU1呢 哇它的表现让我很惊讶 考虑到19寸它才卖500多块 这样的轮胎表现真的是很出色很出色 我必须讲真心话一句 如果说不是我的HRV呢 我已经换了轮胎 我真的会换这个平台的轮胎 真的很impress我 好的轮胎就好像你的鞋子一样 可以陪你行驶得更远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爱车子的话 那么选择好的轮胎 那个是必要的 因为轮胎不只可以提供车辆的操控表现 也可以兼顾你的安全性 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关于Nesson Daya的详情的话 可以登陆他们的官方网站 在影片的下方我们也会放上连接 好啦 以上就是我们这期影片的内容 大家对这个Nesson Daya有什么看法 可以在影片的下方留言给我们知道 我们下一次的影片再见 拜拜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一下哦